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爆发的来势猛如虎,政府果断收紧限聚令加强防疫,为卖楼步伐未停,新盘无间断登场,继两大焦点盘周六火拼后,屯门将接力爆大战,帝国火小轮00050,行地00012负责销售的屯门青山湾地雨,金湾第一期。 赶本月尾班车,尿与新地00016海黄路与海湾一期交锋,令两大锁定周六决战的茶果岭Coco Hills及将军奥日出康城C2 Sky,无据疫情阴霾,如其当日硬砍,各自加强防疫措施已减低风险,本月新盘热闹,计上述两盘外,屯门将爆发大战,帝国火香港小轮集团合作发展, 行地负责销售的青山湾地雨,金湾第一期。 可望月内推出,行机物业代理营业一部总经理林达文子。 项目示范单位已准备就水,有机下周开放兼开架,最快月内推售。 第一期涉及611火,户型由开放式制二访护及特式单位,实用面积185-1267方尺。 主打一访护,预计关键日期为2022年4月30日。 楼花期约21个月,林达文更补充说,肺炎疫情个案急增,回观过去两月新盘烧情理想。 旗下马安山营海系列自5月重推后售出35火。 涂现约12亿元,故相信对楼市影响不大。 此外,新地0016屯门海黄路与海湾第一期。 部署下周正式登场,有机会短期内登场。 不排除两盘或于月内交锋。 该期提供263火。 标准户由开放式制三房。 开放式占16%。 一及二房户占71%,三房户约8%。 另有小量特色户,标准户面积介乎254至692方尺。 价格会参考系内同区域半山最近造价。 新冠肺炎大爆发,昨日单日新增于40宗确诊。 政府作五果断公布收紧限聚令, 两大于周六对坎的新盘。 与其大战,有关发展商迅速应变。 抢先于政府既招前公布加强售楼储的防疫措施。 会得封地产常务董事王光耀称。 Coco Hills会向买家及代理派发项目特制口罩套及消毒初手役。 限制每桌人数最多4人,另于场外分间20个独立VIP房间。 以腾出空间方便客户讲解交易内容等。 而每房亦只限4人聚集。 他又补充说,集团曾于3月肺炎期间推售新盘。 在防疫方面已有相当经验及一套特定标准。 以保障在场人士健康。 相信疫情不会影响项目销情。 就今次疫情及提升市民居住质素。 项目于住客户所内。 设有空气淨化系统。 减少多种病毒。 致敏源等。 健身室及儿童空间尤其是关键点。 市场消息指。 Coco Hills暂收于1200个认购登记。 以160伙公开抽签发售单位计。 超额仍扣6.5倍。 今日截至登记。 周六与Coco Hills硬陷的C2 Sky。 长实防疫不敢怠慢。 长实地产投资董事国子威指出。 项目切于红磡置库都会的售楼处及示范单位。 首度引入Air Purifier K09A电离子空气消毒机。 共十部。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高效果类PM20.5空气致敏源及灰尘。 分解甲存。 本。 揮发性有机化合物。 杀灭病毒。 另外。 售楼处冷气机系统也都会安装等离子空气淨化装置。 借此减少空气中的病毒及细菌等。 同时。 安排售楼处每日一次Sawano无化及消毒处理。 Sawano Z71表面杀菌消毒液专门针对环境和物品表面杀菌。 使用一次有效三十天。 其实该盘已于前日实行自定防疫措施。 将政府定立的1.5米社交距离。 提升至2米。 座位与座位之间设2米距离。 而政府限制室内人数为50人。 亦会自行缩减至30人。 务求尽量减低感染风险。 消除客人疑虑。 以客户健康为首要考虑。 请不吝点赞。